歡迎回到武器股市同學會 昨天晚上外面下著雨播不少人 不但是擠到了台大體育館 甚至在家裡有用手機看直播 關注這一場非常重要的演說 對台灣的AI產業具有相關指標性的意義 那就是黃仁勳執行長會達執行長的開講 那我們知道每次他的開講 簡報裡面都有亮點的 上一回做出最佳示範就是所羅門 在GTC大會上面亮出一小角logo 股價飆漲了三倍 這一回這個指標長又給名牌了 我們看看這張圖片 昨天在這個演講台上面 人這麼小一個簡報特別的大 羅列了好多家台灣的上市櫃公司 那黃仁勳演講背板秀 超過40家供應鏈 有12檔百元以下的 有5檔50元以下的銅板價 我們圈起來的都是漲停板的 那是哪些公司呢 花園園鋼 艾遜 益登 惠友 紅毅谷 銀廣 廣院 立端 立台 陳藥 辛漢 德旅 藥月跟沖泰等等的 那有一些是他的機器人概念股裡面的標題 也被選進去 那另外呢 除了這個各名牌之外呢 重點的技術更新也要跟大家來做報告嘛 周華仁勳董事長說 一冷創最佳的能源效率啦 揮達H系列到GB系列必須從氣冷轉到一冷散熱 那機殼廠也憑水冷解決方案 銀廣充水冷伺服器占比 今年一成明年要三成 任何一檔是陳明店呢 今天爆大量喔 這鄉民們討論最熱烈的股票就是他了 擁有廣達微影AI伺服器機殼訂單 自言水冷解決方案 兩檔個股都非常強 銀廣是我們展哥一路上面幫大家做追蹤的 但陳明店今天爆大量開高走低盤中擊殺 怎麼樣來做解釋 好 展哥想問呢 昨天這場演說你有沒有看呢 當然啦 我們就守在電視機旁 我還兩開螢幕在監控 要趕快做資料這樣 所以一結束 看完這一張話一結束趕快查有沒有 所以晚上就趕快發LINE通知大家 所以提醒大家記得要加LINE啦 因為加LINE之後第一時間 我們就 幫大家抓出來是哪些公司 其實很累耶 昨天看我眼睛都花了 真的花了啊 一檔一檔對 早上同事還說你是昨天沒睡覺的 他說那個黑眼圈那麼重 你看這麼多檔 而且啊 重點是什麼 你看有些字小成這樣 你光搜尋LOGO就很痛苦 對 然後要對照他的這個台灣有沒有上市櫃 對 然後再來對完 對 還要再找題材有沒有 對 他為什麼會被選進去咧 對 但是你看 我忘記我們的銀廣在哪裡了 銀廣LOGO是哪一個啦 這一個 這一個 好啦 好像看得出來啦 就收到的時候我們就精神一震嘛 對 有重有重這樣子 所以它大概是這樣 不過OK 整個統計下來大概42檔 真的還滿多的 當然羅列出來 剛剛講說漲停的個股嘛 坦白說這個 這麼多檔我們也分不完 所以一樣記得加LINE 我們到 陸續追蹤 對 我自己今天的節目 我先帶大家看一下技術面的角度 那今天我們先帶大家看一些族群 好 那中間當然銀廣 銀廣是我們一路在講嘛 對不對 那奇怪 那同學啊 看今天那個開牌出來 大家都說哇 你是不是知道 什麼內線消息這樣 難道我會說 捐審做完PPT有發給我嗎 當然沒有啊 對 當然不可能嘛 對 所以大家都會想說 哇 你是不是一定知道什麼消息 不然你怎麼會在這天就講 其實大家如果回頭去看那一天 我們花比較多篇幅講 4月3號吧 那天我們在講比較說低價的 那個機殼族群 那天我們特別講什麼 我說銀廣 為什麼特別拿出來講 我說說它有什麼視覺的解決方案 所以我說比較想像空間 結果真的不小心被我們逮到 但是你說這一段上來 其實你看從籌碼面的角度 當然外資在這裡 確實是還是有持續布局 在漲的過程 不是說在抵擋 那漲上來你看 這邊其實就是有一些手癢 對 榮券 就進來繼續空 好 那當然我們說這邊我買回來啦 然後今天早上還有同學跟我說 哇 因為我們又發功課嘛 同學都說 哇 老師我也有跟到這樣 我說你買在多少 他說買在122 我說122是哪一天 他說買在這一天 也不錯 所以你說在漲的過程中間 因為坦白說今天一開牌出來 很多你也追不到 對啊 但是你看喔 這邊是三根漲停完 休息兩天 第二天同學去買 我是第三天再買回來 然後今天還漲停 所以客觀講 122到今天多少 157啊 也是三萬五一張 對 所以你說在這種中間有沒有機會再切入 客觀講 我覺得這是大趨勢 所以從中間你能不能... 其實現在可能很多股票都有這樣的機會喔 對 你中間還是可以找點進 不要想說過了就完全不敢買了 有時候概念是這樣 那當然在這個過程中間 之前我們就說銀廣漲三根了 你就不用追去買秦城嘛 那時候應該在這邊講 那秦城這一天漲停 結果你看喔 過去幾年一路殺下來 其實殺下來也有些同學緊張 坦白說秦城我們也有佈局 然後因為我大概在這一塊 這一個區塊 我大概289到281之間 然後但是你看這邊上來其實 對應這邊是不是一個平台 然後這裡也是一個大的底部嘛 所以這邊守住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甚至上週五跌到這裡 有同學問我說 老師這樣回到月線 是不是可以再買 當然我是跟他有別的建議啦 我當然客觀講 你看今天一個反攻 那是不是代表什麼 創高回測 看起來也有機會 所以你不見得要買銀廣這種 真的在右上角的右上角 像這種右上角過完稍微回測一下 我覺得也是有機會 客觀講是如此 而且之前我們在講的時候說什麼 我們是不是說銀廣的那個 累積營收年增率是59% 青城是57% 所以客觀來講 我覺得整體來看的話 你說就數字上來講 其實我覺得這兩個其實差沒有多少 但是你看銀廣的本益比 已經快60倍了 它才30多27倍嘛 好那另外當然像廣運這一種 這種我們就先不多談了 這個我覺得也是比較偏題材面 所以你說從硬體的角度有什麼 我覺得像剛的銀廣 或者是青城我覺得還是可以注意 那再來我們再分類的話 廣運我們也看一下 廣運這邊其實一樣的概念 這邊我們上禮拜我們是不是講說 一個整理平台 然後突破 然後突破 這邊突破嘛 所以突破基本上也是馬上拉出去 然後拉回兩天到十日線 結果上禮拜忽然上去 所以其實如果遇到 近期遇到這種格局是什麼 像這種狀況 昨天拉一根的 有沒有拉回完黑K完 隔天馬上吞噬的 其實我覺得這種其實有機會去做一些試單 來我們看一下像1582好了 1582 今天有同學在問我 像這一檔 你看拉回 是不是創高拉回 其實這一段有沒有跟那個誰啊 銀廣有點像 有沒有前面飄一段說又回到原點 然後後來這邊出量又上去 又再攻 然後今天收到114.5 這個高點是113.5 過了 來了3376 好3376 還有新日昕 同組群你看也是 這邊上去先見高點 拉回來修正一波 但這邊你看 這一個黑K 隔天一個紅K吃掉 結果今天又突破 所以近期你可以注意 類似這一種 這叫什麼 雙K線組合的 就如果有一個低檔吞噬的概念的時候 是不是有機會 而且如果啊 它前面有一個前高的位置 其實你可以先試單 對 近期我覺得這一招應該滿有用的 所以它可能有機會 再去挑戰一次前高 對 對 那過的話當然續爆或加碼 如果沒過 你可以順勢做一個調節 好 那講到機構出去 我們追問一下老師 因為今天一檔個股 3013的成名店 早盤鎖漲停之後 盤中是突然跳水式的擊殺 尾盤的時候是這個漲是明顯的收斂 那這檔個股 在這個盤中就是一店之間的 你到底是要見好就說賣掉 還是說反而這掉下來的這個漲停打開 是給你機會上車 OK 好 我們先看K線好了 它打開 這樣打開大家記得了嗎 對 我們看K線 來這個地方 你說漲上來是不是一個橫盤格局 你說橫盤格局這裡有沒有破 其實沒破嘛 剛剛8210也是類似 對 就一個整理區其實沒破 所以客觀講你說還有沒有機會 我認為還有 但是咧 來我們舉個例子 來2348我們上禮拜講的海月 海月 海月我們上禮拜是不是說 如果漲停的話可以凹嘛 但是後來漲停又打開 但是你看如果昨天留單的話今天開上去馬上下來 其實平盤這邊就應該看 就是就短線的格局來看的話 那你說3013 一樣的概念 他今天早上遇到好消息上去沒有守住 沒有守住 你說漲停打開可不可以出 其實短線是可以出 但是要記得我們最近看一個梗圖 他說2024年最大的風險是什麼 就是有股票抱不住 對啊 就是你股票抱不住 那個太飆了 但是這個當然回過頭來會講一個點 這個 當然說到這裡我們就就是 還是跟大家花一點時間分享一下 好 因為其實上禮拜我們就說 你買在好的點的時候 你後面比較沒壓力 對啊 因為坦白說就是這樣 如果你是追在高點 當一震盪的時候你會很怕 所以心情很浮動 就抱不住了 對 那舉另外一個例子 來6139 6139的雅翔 也是我們一路講嘛 這邊翻倍嘛 忽然噴上來翻倍嘛 翻倍一路上沒有人買 沒有人敢買 回頭我猜最多會買在哪裡 這邊 這邊附近 看到它一個黑K 對 為什麼 這邊疊下來到月線 特別是你懂一點技術面的人 你就想回到月線 哇 好像有支撐來買 所以這裡買一堆人 但是你 你如果是 回到月線支撐想要買 但是那問題就是疊破月線 為什麼你不出 對不對 所以概念是如此 你說我們抱上來 其實我也出來這一天 講難聽的 也出的不好嘛 你說如果翻倍早就出在上面了 但是你說到這邊 其實我也還是賺670% 但是你看 我們是買在很前面 這邊上去下來 右側交易這邊賣掉 大家是什麼 想等股票打折 366到300 打個8折 爽耶 進來買 概念不一樣 對 但是你看 你這邊買到這邊 你就再也沒有機會出場 是 所以選擇的時候 你就要選 到底你的點位對不對 如果不對的話 你要當機力一段 如果你是追高的話 好那現在還有什麼樣的族群是 位置低低的可以做注意 比較抱得住的呢 OK 我們先從這一個 還是稍微有一點刺激的 對啊 這是今天很多的熱門掌停的標的 對 這個 當然我們細節 從基本面我們先不多看 但是你注意看它做什麼 其實你看索羅門3D 機器視覺嘛 然後影音嘛 對 安控嘛 背光模組投影機嘛 中光電對不對 然後充鈦什麼 也數位監控 影音串流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還是要強調一個重點 跟當初我們在講銀光的邏輯是一樣的 視覺 對 視覺是很大的重點 所以這個地方我認為持續關注 那中間有沒有其他的股票 我覺得也許有機會找 那另外我特別罵個一家 我覺得 五四八四的會友 會友我覺得可以注意 為什麼可以注意 因為我們在整理它的資料的時候 發覺董事長的名字很特別 這為什麼叫特別 因為董事長發覺好幾家長得一樣 所以待會兒我們再講 所以大家先記得會友 然後再後來我們再看 洪毅谷跟益登 來 洪毅谷當然我們有講嘛 我們是說上禮拜五的快打部隊有塞到它 所以有同學說禮拜一有去買 然後這一天說他被洗出場 然後今天早上跟我說什麼 他說把麥菲的洪毅谷又撿回來了 我說上週五嗎 他說沒有 搞不清楚他還長什麼 有賺就先跑的 看到老師昨晚的資料 豁然開朗 什麼叫豁然開朗 就是原來他跟徽達有合作 所以你說前面誰知道 沒有人知道他跟徽達有合作 我真的也不知道 但是籌碼強然後他去買 然後但是你看他說今天 看到那個徽達的資料之後 今天又跑去追啦 雖然我覺得很有勇氣 對啦 畢竟是所掌庭啦 對 但是這個地方 他這邊進來是兩根了嘛 兩根被洗掉嘛 那你說有賺了再追 好不OK 我覺得概念上是這樣 但是當然回過頭來 這個地方我們還是跟大家 講一下那個比較小故事啦 其實你說 到底做消息面 做股票有沒有用 因為我知道很多散戶喜歡聽消息 很喜歡 對不對 其實我們當初 剛出社會的時候也是這樣 有同學就去某某某大廠 去當工程師嘛 所以我跟一群工程師也很熟 然後咧 他們這一群年輕人 年輕工程師 跟那個誰 董事長特助也很熟 熟悉 李孝琦最近的人 最近 對 然後就說他們在聊天的時候 就說哇 我跟你講 董事長剛剛開會的時候 說我們股價要多少多少多少 對 哇一群人瘋了 全部都去買 就每一個都腰斬 所以你說聽消息 第一個啦 我自己的經驗是 我聽消息沒有賺過錢 所以我從來不聽消息 聽到我們還是要自己判斷 對 所以不要想說 哇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時候說實在話 是因為籌碼強 我們覺得有機會 然後不小心中了嘛 銀廣其實也是一樣 我們有我們的邏輯 OK 所以不是聽消息啦 那當然最後 我覺得這個族群 可能是最值得注意的 因為第一個 工業電腦在這一段時間 其實是休息很久 休息非常久 但是你看從索羅門啊等等的 這些電腦的應用是什麼 第一個本來就是偏 工業 所以這個族群 台灣本來也是強勢的 因為昨天在影片當中 有那個無人工廠 非常厲害耶 對 那台灣本來就是大國 這個這部分是這樣 所以你看 這中間當然 為什麼我會特別 有一個人工廠的 會有 因為岩陽跟誰 跟伊陽 董事長都是同一個人 那岩陽是什麼 岩陽是華碩投資 對 其實岩陽是台灣第三大廠 工業電腦大廠 後來跟華碩有一些 整併的動作 但是你看喔 這一次排開出來之後 你會發覺 怎麼同一個董事長的 三家公司 跟輝達的關係 好像都不錯 對啊 所以這個 一揚岩陽 外加會友 對 就有想像空間 所以你說這個部分 你說後面怎麼樣 那當然細節 因為股票實在太多了 再拉回到我們的直播 或者是明後天 我們都持續在節目上 跟大家追蹤 好的確喔 那展哥今天幫大家 把這個工業電腦 相關的族群挑出來 那有一些是在這個 黃董事長的背板上面 那有一些個股 其實位階是相對的低 怎麼樣來做注意呢 同學們 如果對於這個相關的操作 IPC族群 位階 還算是在台股當中 比較這個低廉 物美價廉CP值高的 後面有沒有空間可以期待呢 我們都可以參考 畫面上面的聯絡方式 跟展哥加個朋友 或是搜尋LINE的ID 那展哥有 有這個內容 都會放在LINE上面 同學們有空 都可以提出 老師有空會跟大家做互動 還有回答你的這個疑問囉 我們是一家合法投股 免付費專線 0800370888 0800370888 本投股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 財務利益關係 以往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